现在有些游戏已经贵笔硬件了 不过真像 哈喽大家好 我是嘟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年前的时候就有位朋友找到我 问我有没有闲置的电脑 说想捡垃圾组一台勉强游戏PC 我就想到一年多以前 我当时帮我爸妈换黑苹果之后 换下来一套机子 一直放在那里也没用 没想到他还挺能接受的 然后还拜托我来做一点小小的升级什么的 我就突然想到 他马上要回成都了 我要把这套机器交给他了 所以今天我将记录一下整个过程 顺带也可以混一期视频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这一套垃圾机 这套配置当中最烂的当然就是这个机箱了 朋友他也是很想换掉的 所以接下来我将把里面的硬件都拆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从机箱里拆下来所有的硬件了 主板华硕的F2 A85-V CPU IMDX4740 显卡是蓝宝石的 HD5450 机械硬盘细节2T 两根金士顿内存 单根4G 双根8G 扩冷的电源650W 还有一个CPU风扇 型号未知 以及我不知道型号的TP-Link的无线网卡 接下来就是我和朋友经过一一番讨论之后 最终决定的升级方案 不太成熟 不太靠谱的升级方案 首先第一点 既然是游戏PC 那么我们就把原本8G的内存升级到16G 第二点 既然只是小换 那么在主板无法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就将原本的CPU换成了更好的 那为什么是这个型号呢 具体的决策过程是这样的 我先在网上了解了这块CPU的性能参数 然后又查了这个主板 找到了它所支持的性能最好的CPU 再做了对比 发现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基于6800K的价格仅200多 于是决定买新替旧 第三点 既然是用来玩游戏 那么这一张13年的显卡 放现在显然是有点不堪重负了 于是我就去怂恿他找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挖矿大了 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了一张全社会的显卡 第四点是我个人的友情赞助 5块120G的固态盘能装个系统 还有一套挂咸鱼可能都没人买的建筑 不过是全新的 OK 接下来我原本的想法是把这所有的硬件 直接就装进它选的机箱里了 但是我想起上一次的视频当中 网友们提醒我一定要严谨对 那这一次我们就先来测试硬件 那已经都准备好了 在开机前就需要把电源的跳线给接上 开机 点亮了 看一下 识别也是正常的 成功 首先安装电源 主机已经装好了 但是大家看这件显卡装上去之后 机箱内部显得非常拥挤 也不知道以后散热会不会有问题 然后它不是有三个风扇吗 但是因为我没有转接线 所以直接接到电源上的 这是它的背面 不过很遗憾的是这个挡板之前就坏掉了 就显得不是那么美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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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系统就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就要给朋友装一些驱动软件什么的 然后再来测试吧 关于跑分 我还是运行了娱乐大师 结果是可以吃鸡 性能综合得分21万多 所有的性能中处理器和内存相对较弱 然后我又在另一个更专业的跑分软件里进行了测试 显示了CPU多和得分为1582 其实这个分还挺低的 例如我在我的黑苹果上也做了同样的测试 而CPU多和得分则是6000多 大约是它的4倍 我直接使用了它的游戏库 但游戏真的不多 如果用老游戏就没有太大的测试意义了吧 所以我就想到了我最近入坑的创新小玩家2 就在我准备用它的账号玩测试版的时候 结果根本进不去 我怀疑是机器CPU没有达到游戏的推荐配置 当然这个也不太确定 反正就是玩不了 但是在我的机器上却可以流畅爽玩 弹性器CPU没有尽力 在这边的角色 在这边的游戏上 或者在这边的游戏上 在这边的游戏上 被人的游戏上 被人的人网上 我还下载了平时根本不敢玩的《生化危机2》这版 也是体验版 游戏运行很流畅 大概稳定在50到60帧 但因为我入屏的设计原因 帧数并未显示 最后我体验了一下 它游戏库里一个很有特色的装修工游戏 我竟然在游戏里玩起了打扫卫生 这个游戏的帧数就爆表了 120左右 其实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游戏玩家 所以我的Steam游戏库里的游戏还真的挺少的 像我一般都是玩一些星路谷物语 过山车之星这一类的 以及最近非常喜欢的《畅士小玩家2》 但这些游戏都算不上很少配置的游戏 所以当机台机器需要一些大作来进行测试的时候 一时之间我还真找不到 其次我并非硬件方面的专业人士 所以现在我就在想 是不是不应该去换UR 加了200块钱换了一颗新U 那为什么不连主板也一起换呢 好像意义不是很大吧 不过现在想来也只能说安慰自己 能用就行 另外就是这个机箱它挺吵的噪音挺大 可能是因为那个风扇直接接到电源上 没办法调速 目前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这台机器现在已经在朋友家里 它也已经玩上了 那么这一次谈不上升级的升级 嗯勉强及格吧 我想应该还是能玩很多steam上不发烧的游戏的 OK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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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